Hello大家好我是赵贤 Hello大家好我是Kelvin 那今天我们要用商业的视角来给大家聊一聊 马来西亚的政府开始宣布要求中国旅客来马 需要呈出这个negative阴性证明 没错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是因为这群中国旅客在解封过后非常开心 于是买了机票要飞去意大利 没有想到有两架飞机 竟然有超过一半的这个中国游客 是positive的 就是他中了covid上了飞机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刚刚解封嘛 所以他们迎来他们疫情的一个高峰期 所以非常多的中国公民 他们都是有这个感染了新冠肺炎 现在他们叫新冠感染了 所以这样子情况底下导致意大利政府 包括之后也有美国政府跟进 印尼政府还有日本 包括也包括马来西亚政府 去开始要求中国的旅客来马之前 来到国家之前 你需要去证明自己其实是阴性的 没错那你要证明你是negative的 你有两个方法罢了 第一个就是擦鼻子 第二个就是吐口水 对不对 一个是PCR 一个是RTK 对 可是你觉得这东西是有用的吗 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用 为什么这样觉得 你看擦鼻子的那一个就是PCR 对不对 就你那个要等两三天哦 没有记错对不对 最长可能三天 最快也要一天这样子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去clinic嘛 你去验了过后你等报告的途中 可能你去妈妈吃个饭 去西院看一场戏 这个时间你可能就会感染了嘛 对不对 因为政府没有限制你 在验了这个PCR过后 一定要隔离嘛 那这种情况下来讲 你拿到一个negative的报告 可是你不是negative 对可能你就不是negative了 你开开心心去上飞机 下了飞机过后把病毒传播出去 这是擦鼻子 就是PCR的那一个情况哦 那这个就 这个还有一个RTK 吐口水 对 吐口水的这一个 这一个检验呢 其实它更不靠谱 为什么 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 市场上有大量的便宜货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 你什么时候会去验这个 吐口水的这一个呢 就是当你已经开始发烧啊 开始伤风啊 这种情况下你才会去验嘛 你已经中了 在机场的时候验到有什么用 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准确了 如果我们是没有感染的那些患者的话 验出来是验不到两条线的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的话 那其实它不需要验 它都知道自己其实有染上这个感染的问题了 没错 我们简单用一些 比方可能商业视角上面来讲 怎样去描述这个擦鼻子的这一个情况 它有一点像哦 就是假设今天 大哥大姐就是 今天想要买新车 但是你又想要换新工 对不对 啊这个时候你先拿着你原本的这份工的那一个baselip啊 就是你的那个两单 你去申请了 你银行的贷款 银行批了过后 然后你马上辞职 你给到我意思了 就是你实际上是现况你是没有办法支付的 但是凭借着之前的这一个收入情况 你就让它通过了 跟这个PCR是很像的 所以那你会觉得会说为什么这样多国家 其实不只是马来西亚 刚才我们提到美国日本还有很多很多国家 都有要求要呈现这个银行证明 如果是它的效果那么微乎其微了 我们不要讲完全没有用了 很小很小不显著了 那为什么那么多国家还是要求这些银行证明呢 你看啊 很简单一个道理来的 就是每一个政府它有它的KPI的 就是它的那一个衡量指表 你要怎样判断这个政府做到好不好呢 就是要看这个政府有没有在就是防疫上面有做工作嘛 这样做工作也你要怎样做工作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你要证明你是阴性的咯 那每一个旅客来到 首先你要给我看报告 那至少我可以向我的人民交代嘛 这就是换句话说是表面功夫偏多啦 多过实际的用途啊 至少秀给人民看 我其实有做东西了 之后可能还有一些漏网之鱼 那我们没有办法的吗 抓不完的吗 至少我已经做了 我表面功夫有做足 对 它就有点像什么 就是一个打卡机制 就是你上班要打卡 早上9点打卡 上班6点放工 难道你真的在这8个小时 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做工吗 不可能的 可是打卡机制能够让老板看到 我的员工都很准时上班 也很准时下班 甚至他们偶尔还会熬夜一下或加班 所以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 老板就是人民嘛 那这个卡就是要打给人民看的咯 其实我在商业上面也看到很多类似例子 让我想起来 比如说好像在那个细程机的例子 其实细程机我听讲啦 很多细程机其实都能做到相对噪音没有那么大 不那么吵的 可是没有那么吵的时候 人好像会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厉害这样 所以它特地把声音弄到很大声 让我们觉得那个细力很 这样 刚刚包括我们的跑车也是这样的原理 其实还有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看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个智能手机 你拍照的时候你按拍照它有一个 一声的那个声音 其实这个声音智能手机其实可以完全不需要了 可是为什么会保留这个声音 就是因为以前没有手机拍照的时候 我们是用那种大相机 你按它会有那个胶卷的那个转动的声音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 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声音 那当我们用智能手机的时候 没有那一个声音好像感觉没有拍到照那样 没有效果这样 对 其实是很像你那个细程机的那个案例的 然后跑车 如果跑车声音不够大的话 好像没有力这样子 对 对 换的言之啦 就是政府要这个中国游客去呈现这个音信报告 某种程度就像这个照相机的这个拍照的 这个声音 以及细程机要大声给你听 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其实用处来讲是不需要做这个东西 可是要展现给大家看 好像很努力工作这样 对 对 但是这个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嘛 坦白讲就是中国解放了过后 他们要把游客送过来 其实也是很多人民币 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把人家聚在门外之外 你说的很好 那你觉得有什么方式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起 可以帮我们避免一下我们有太大的风险这样 首先我觉得啦 就是口罩还是要戴好咯 对不对 虽然讲现在口罩怎么说 就是有很多参差不齐的 对不对 那你要就是要去这个专门的法马西去买 因为他们不可能卖假货嘛 这是第一点哦 因为他们就是卖假货被抓到很严重啊 法马西 那有了这一个口罩呢 其实 有了这个口罩 OK 那有了这个口罩呢 其实就能够大大的去降低 我们感染的这个风险 虽然讲现在已经不是强制 我们一定要再戴口罩了 但是我们还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也把这口罩戴上 同时如果是平常有去动到一些东西啊 可能我们就勤洗手 可能就避免到最大程度的避免到这些感染的风险 没错 其实造型的坦白讲 我觉得感染哦 我们怕感染哦 已经不是因为怕死亡 因为我们就疫苗 事大率就接近100%嘛 就现在每一个人感染这个新冠或者COVID 谁在乎 就是少上几天半 可是它关键的点在于哦 就是如果出现大量的感染啊 虽然不会有生命的危险 但是对于我们本国的经济哦 其实是很大的冲击的 你看一下如果外国游客进来了 他把我们感染了一群过后 谁去服务他们 马来西亚大部分都是以服务业为主的嘛 所以我们不能够感染是因为 我们要救经济 哦 所以我们就要保住我们这个经济上面 我们自己不能感染 但是呃 其实还有一个一个源 一个我们可以值得关注的问题啊 就是其实这个风险对于我们来讲是强对较小的 嗯我们有打疫苗我们呃 之前甚至有些人都自己有感染过这个新冠肺炎 所以对我们来讲风险相对而言较低 我们里面的抗体还在 对对 可是可能对于没有感染过的可能是中国人 客他们的 或是他们的疫苗可能施打率没有那么全 那对他们的风险其实相对而言比较大的 你说到很对 他们来马来西亚玩了某种程度上既要花钱哦 可能还要承担这个丢丢掉生命的这个风险 因为他们这个重症的这个状况 其实还是比我们严重很多很多 所以真的真心佩服中国游客 为了玩什么都可以 也希望他们尽快可以度过这个难关了 然后在这个医疗上面也能跟上 然后大家都能够比较平安的过掉这个疫情的高峰期 对 那我们之后整个世界在这个2023年都能够回到正轨上面 当然在商言商请先把人民币带过来 我们很缺钱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希望下一期影片还能看到你 再见 拜拜 拜拜